近日 很多民眾因參加白髮運動遭到中共秋後算帳 目前已有5人被抓捕 其中有一位23歲左右的男青年 因為在現場唱歌被抓 另一位是計程車司機舒立 因到現場聲援 20日在家中被抓 還有一位是武漢疫情死難者家屬张海 因在網上轉發白髮運動的現場視頻 于19日在深圳被抓捕 另外兩位被捕的聲援者 狀況不詳 武漢市民透露 15日就已經開始了抓捕 之後很多人遭到人臉識別後 被要求必須簽告知書 還有網友爆料 中共19日召開緊急會議 宣稱白髮運動人士按照六四天安門事件處理 一人抗議三代受牽連 消息傳開引起很多人不滿 說實話 中國的老百姓在世界上是最守規矩的 本來我們是醫保 社保這個東西是一個保險的性質 你按這個保險的法 跟大家有別的交代呀 沒有交代呀 對不對 此前參加白髮運動的抗議人士 已有100多人被逮捕關押 22日 繼聲援白紙運動的演員春夏 被中共打壓禁言之後 大陸明星周俊偉 脫口秀演員孟川的微博帳號 也遭到中共當局的封殺禁言 19日 大連退休老人再次抗議疫保改革 遭到特警暴力驅趕 很多老人被踢 被噴辣椒水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易如 李韻 王彥喬 采訪報導